教育部长王以康说 在这个取向两极化的全球环境下 本地学术领域可以协助将我国打造成一个全球的参考标准 王以康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一项对话会上说 采取极端的做法往往不能解决施政问题 采取中庸之道是必要的 王以康说 受颠覆性科技气候变化 贫富差距和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 治理国家已陷入危机模式 这些挑战是真实和复杂的 没有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法 必须通过长期和一致性的策略 才能看到成绩 部长说 如果各国相信应该采取政治的中庸之道 就必须思考它的合理性